我剛剛講過就是說,你可以切到下一頁,但是下一頁之後的話會有個問題 首先第一個是Activity,然後再來Intent 可是呢,這邊有一個問題就是說呢,我如果要傳遞三個資料 包含就是從主頁那邊傳送,傳遞三個資料,一個是姓名、身高、體重三個資料的話 就必須要用第三個類別,叫做Bundle 所以Activity,Intent,再來就是Bundle,就可以傳送我們需要傳送的資料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我想我們也來看一下,因為這個部分跟前面的差不多 所以我主要的部分大概就,細節部分就不講,我把最重要的部分跟各位講解一下 首先的話,第一個,你在Main上面佈一個按鈕 在按鈕上面的話呢,我們給它叫做BTN Page2好了,名稱 然後上面的顯示的訊息就是開啟另一個自訂的Activity 類似像,或者第二個Activity都可以啦,你這個上面名稱你可以自訂 再來的話呢,我們就是再來就是在那個第一個Activity裡面的話要做什麼事情呢 第一個就是說呢,一樣,宣告,宣告連結 我們宣告連結也是一樣,直接宣告連結直接放一行也可以的 然後呢,再來就是說呢,建立一個什麼Button,一個Unclick事件 這個Unclick事件的話呢,我這個地方寫成 OK,你們先試著先把這個畫面先做出來好了 第一個Activity做完之後的話,再來建立一個Second 跟剛剛那一題一樣,然後呢,也產生一個Page2 那Page2裡面的話呢,就是兩個東西 一個是Text View,一個是Button,一個Text View,一個Button 那這兩個之後的話呢,再來就是我們等一下再來看程式碼的部分 兩個,最後記得Manifest也要做設定 Application,請你把剛剛新增的這個Second 把它加進來,登錄進來,OK,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程式部分 就是說當我按一下它之後,資料帶過來 帶過來的方法,我這邊剛剛有秀給各位看 就是當我按一下這個按鈕之後的話呢 它可以怎麼樣呢,它可以跳過來 並且把這三個資料從主畫面帶過來 那當然呢,你將來可以把它改一下 底下可以讓使用者填寫資料帶過來 主要是,那因為這個地方我把它簡化 好,那可以返回就Finish 這個地方程式要怎麼撰寫,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呢,一樣在畫面上要宣告 宣告一個Button 那這個Button部分的話呢,實際上就是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B,這個Button名稱叫做 這個名稱叫做ButtonPage02 就指的是它,對不對 然後做一個連結,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再做一個什麼呢 Set Unclick Listener 當我點擊它的時候要做什麼事情 點擊它之後的話呢 同樣的前一題的話,我們有三行 是Intent對不對 然後另一個Intent 並且Set Class 最後呢,Start Actility 中間多了這幾行 就是要把資料傳送過去的 就是這幾行 那我怎麼樣可以把三個資料順便傳過去 第一個是姓名 那姓名我就宣告一個變數叫做Name 它是什麼呢,David 它的年齡 所以一個Edge的變數是整數27 然後一個Double是身高 是183.5 三個資料 那怎麼傳過去 特別是要宣告一個Bundle 特別是這個Bundle 你必須要先在上面 如果說它沒有Import進來的話 記得怎麼樣呢 把這個Bundle Import進來 不過理論上這個Bundle 應該預先已經存在了 如果沒有的話 你要把Import進來 然後呢 New一個Bundle 之後的話 我們可以針對不一樣的 這個資料型態 給不一樣的方法 如果是自竄的話 就PutStream 然後把什麼呢 給它一個Key Key的名稱叫Name 把資料放進來 這個Name的話呢 指的就是什麼 上面的David 對不對 David放進來 這個27的話 是這個Edge 身高的話呢 就是Tone 就把它放進來 最後要怎麼樣 把它傳送過去呢 要把它再用Intent 裡面有一個叫 PutStream 就有點像Email 要附加什麼呢 附加一個 附加檔 一個 回溫針的那個方式 再把Bundle放進來 最後呢 再丟過去就可以了 丟過去之後的話 另外一邊要怎麼接收 特別是 先把接收的這一端 就是Second這邊 其他都一樣 也是宣告 也是連結 對不對 取得的話呢 就是用Intent 特別注意喔 這裡面的話呢 我宣告的時候呢 也是宣告一個Intent 一定要Intent 然後呢 並且用再加一個Bundle 建立一個Bundle 的一個物件 從什麼呢 從Intent 點 Get 剛剛是Put對不對 現在用Get 然後呢 分別就宣告Name 宣告Edge 宣告Double 然後用什麼呢 Bundle 前面是Put對不對 這個地方用 Get String Get Int 然後呢 再來什麼 Get Bundle 然後呢 取得我要的相關訊息 之後的話呢 我就把它串接起來 串接成什麼呢 String 這個S 這個S裡面有姓名 加上Name 然後呢 換行符號 這個應該看得懂 換行 然後年齡 多少歲 身高 多少 最後怎麼樣呢 在TST 秀上面呢 用Set Test 把上面的這個字串 給秀出來 那最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個Finish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的結果 丟過來的東西的話呢 就可以看到 就會是像 剪下去 就可以把這三個東西 串接過來 1 2 3 有沒有 那其實就是串什麼 串這個Name Name 用Get 取得它 丟過來對不對 然後這個 丟給它 這個丟給它 這樣的話 最後怎麼樣 串接姓名 加上什麼 就是這個 有沒有 H OK 那後面的話 加上換行符號而已 那最後呢 返環 要跳回去的話呢 加一個什麼 Finish 就完成了 OK 那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按下去就還 OK